如果真的要打中國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要把我們都不見了 領土被佔領的人民 第一個 依據國際公約 善待被佔領 我們來看日內瓦公約的第四公約 也就是說 不是說我打贏了你們這個國家 所以我就可以你虐待你們 把你們當地 是不可以的 是有國際人權公約在保護 這些被佔領地區的人民的生活 這個已經有194個國家 只要侵犯到這個公約的這個領導人 他將會有嚴重的刑事罪行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對我們 尤其是你們年輕人很重要 因為中法民國到現在還在違反這個公約 對喔 還在赤裸裸地違反這個公約 好了 第一個 有沒有 他說 台灣是因為戰爭 美國打贏了日本 我們的祖國被打敗了 所以因此呢 要佔領你的土地 剛剛第二條第三條顯得很清楚 但是呢 你作為一個佔領者 你必須要有佔領者的衣物 但是 你佔領了這個地區的人民 或者是土地 你不能強佔別人的土地 也不能強佔別人的財務 也不能變更人家的國籍 也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有限制 甚至任何方式 不管是一部或一部 或家裡國籍 這是被保護的 所以說我們 台灣兩種人 一個叫佔領者 一個是被佔領者 被佔領的人要受到公約的保護 哪些保護呢 第一個 改變姓氏 我們明明不是姓氏 他一定要給我們這個姓氏 是不是已經違反了有沒有 以便兒童便利變得起父母是鄧氏 改變國籍的兒童 但該國絕對不能改變 別人的意味 也就是說 如果美國佔領我們 我們就會變成美國人嗎 不是 中國佔領台灣 台灣就變成中國人嗎 也不應該是 所以你們現在持有的身份證 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國務身份證對不對 有申請台灣民證 是不是真的就說 恭喜你 恭喜你 這樣就對了 你們出國安 你們可以到這個美國大使法庇護 好 第三個 參與政黨 不可參加歷屬該國的各種組織 所以他要我們參加什麼國民黨 什麼什麼黨 台聯黨 那個都是違反的 也就是說台灣有兩種 一個叫佔領者 一個叫被佔領者 被佔領者是不能參與到的 對不對 好 再來 不能征兵 也連募兵都行 這跟你們年輕人有關係囉 這個你們比較 你看 之前我們改變新事 不管你的事 大家那個校園的角度 這樣不能當兵 校園就起來了 圍剿就起來了 哇 這個也是這樣 你當晚了 哎呀 不擔心 控告而已 就這樣可以 賠償 請求賠償 來 佔領國的強迫被保護人 再請武裝或輔助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連陰幕的目的都不行喔 這都是不行的 都是違法的喔 第二個 有參加軍事行動是陰幕工作 也不行 在任何情況下 也都不能被 一定爭動也不行啊 所以 各位 這個事情 中華民國是不是還在繼續辦 所謂 馬英九辦完了之後 犯誰 蔡英文 繼續算 誰當你 你應該是執政的時候 你要馬上宣布說 我們停止 征兵 必須要這樣子 要不然這個才不責任 否則的話 你說我不知道 我只是接任者而已 趕快 好 我們來看 第二層的處置 朝鮮與台庭的處置不同 當初被割讓給日本帝國的 不是只有台灣 還有朝鮮半島 就是韓國 那如果說 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應該在外面講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台灣 或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不管 怎麼樣 如果你要獨立 就要像韓國一樣這樣 有沒有 日本承認 朝鮮 簡簡單單 一句話而已 這個 簡潔 乾脆一點 那台灣是怎麼放棄 如果 為什麼要用放棄 不是 那時候中華民國在簽那個 台北條約的時候 就夠 也在講 你就說給我們就好 你為什麼用放棄 這放棄 這個很重要 也就是說 我有兩種權利 有一種權利 我放棄 但是那個主要的權利 我不能放棄 意思是這樣 要不然他不用講放棄 好 台灣獨立引發戰爭 獨立意味者戰爭 我們不鼓勵那些 泣鼓勵的鼓勵 這是美國鼓勵的態度 意思是這樣 到現在還是怎樣 奉獻那些 要搞台灣獨立的行 審死了 不要再倒下去 因為這樣你不宜轉主權 日本也不能放棄 除非 他要放棄 除非他 除非他 除非 因為那個是以後我們的事情 現在日本還沒有放棄的 沒有這個問題在 以後怎麼樣 那是以後的事 有沒有 這裡很重要的觀念 獨立意味者戰爭 獨立意味者戰爭 就好像美國說 我們的國主是 打下獨立戰爭 獨立 那個獨立戰爭要幹嘛 死很多人 你們願意為台灣獨立 而戰的年輕人 你們都有機會回去 如果真的要搞獨立的話 你們都要參與這個戰爭 要台灣獨立 其實不是困難 對 聰明 第一個先打贏誰 打贏美國 第二個再打贏誰 打贏中國 第三個再打贏誰 日的 一樣 這三個國家 第六三個都被你打敗了之後 再宣布獨立 也不遲 請問各位這個可能性多高 零了 應該是負吧 minus 最想都不用想 三種解決台灣地位 你不要急著 你不要 明明有權利的人 你硬要去解決的話 就會有這種三種可能 好 好 重返亞太 即是在這邊 來我先看中國人怎麼樣 文有台灣人 來 中華人民動華國 中華民國 這兩邊有什麼差別嗎 如果照你們這樣照字面的意思看起來有什麼差別 差在哪裡 文那個字的多寡 二四六七七個字跟四個字的差別 事實上它的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people people reprobable child reprobable child 一個叫people 那請問一下中華民國的名到哪裡去 吃掉 所以你們手上拿著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叫做什麼 中國的身份證 所以被人家送到 潛伴到中國 剛好而已 如果台灣人還可以辦法決行的話 你繼續用也沒關係 我們也不反對 自由嘛 第二個就是台灣關係法 這台灣關係法 我們就有個假 台灣關係法 除了美軍以外 英進數字日本名點撤出 這是在舊金山合約的第六條 第六條 第六條想說 本條約生效之後 所有聯盟國佔領軍英進數字日的撤出 指向撤軍 不能往日本條約生效或九十天 好 這個意思是什麼 照理講 在日本領土的外國軍隊 都要撤出台灣的意思嗎 1945年9月18日 蔣介石的軍隊 依據9月2號的一般命令 進入到台灣之行 軍事佔領 他必須要在 究竟他合約生效或九十天要撤出台灣 為什麼中華民國沒有撤出台灣 他的軍隊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們缺了什麼 除了 這已經到了 若日本 與聯盟國立結有關 外國軍隊 觸雜或 保日本領土之雙邊 或多邊協調 在1952年4月28日的那一天 生效的那一天 中華民國跟日本 在美國的要求之下 簽訂了什麼 合約 叫做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裡面 就符合了雙邊條約 也就是說日本同意之下 已簽署了這個條約 OK這個合法 如果日本不同意的時候 這個條約是不效的 所以台北條約在1972年失效 因為日本政府改 改什麼 改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改 改由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中國的代表 那為什麼問題又來了 那你既然已經不是國家了 台北條約失效了 沒有用 你是不是要把台灣的國警還給台灣人 是不是要 你中華民國的軍隊是不是要 離開台灣 是不是要應該這樣 為什麼沒有 因為美國跟中華民國簽了一個叫做 中美環境協定 有協定 多邊的協定 這個多邊的協定者 最後中華民國一直會留在台灣 軍隊會留在台灣 是因為美國跟日本簽所謂的什麼 安保條約 安保條約 所以這個多邊協定者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失去了這個 中國的代表權力之後 他還是 卡在裡面的 美國跟日本簽的安保條約不變 就可以讓他繼續 那照理講 中華民國的進退是受到 美國跟日本的解釋成功 而不是我們現在新聞看到的說 啊 中華民國多厲害多厲害 那不是騙人騙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好騙嘛 好 台灣民政府做了一件大事 在去年2015年2月28日之後 台灣民政府起訴 美國跟中華民國 就告你們美國 告你們中國 偏偏法院就受禮這個案子 你們知道在美國受禮案子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如果你們在美國打官司的話 你們就知道 而且在美國打官司非常花錢 一閃就要一千五百五 好啦 該組織要求 這個是報告者的媒體 要求美國放棄台灣關係 因為台灣關係 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讓美國能夠回到 舊金山的合約和國際法裡面的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 美國創造出來的一個法令 台湾關係 現在講到台湾關係 是一部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在1979年 參眾兩院兩天之內完成的法案 分別在3月28、3月29 表決通過 1979年4月10日 美國總統卡特簽署共事法案 所有的法案是不追溯既往 唯獨這個法律是追溯既往的 你看 成為美國的法律 追溯到1979年1月1日生效 期待中美 剛剛講的中美共同防疫條件 所以美國還是可以講說 因為那個現在中華民國軍隊是 符合多邊的協定 並沒有違法就這樣 好我們來看美國 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的關係 最近不是一個那個南海的法庭仲裁嗎 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問題 可是台灣很看不懂 我必須要解釋給大家聽 這裡講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你們知道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名字 有一個名字叫做台灣統治當局 大家來看下面 第二條 美國總統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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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和台灣當局間的政府關係 這裡 發言 1979年1月1日 美國承認其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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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月1日以後 中華民國是什麼 不知道 中華民國因為他已經不是政府了 因為 政府已經被鎖定了 那中華民國以後叫做什麼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寫得很清楚 他是機構也好 公司也好 基金會也好 隨便 反正是國際金可以承認的就好 那有一次的一週刊就有登 一週刊也是史報說的 反正有一個平面媒體 看看 中華民國即將倒閉 中華民國五分有限公司即將倒閉 台灣也看不懂 台灣民政府來上課之後你們就懂了 還有一個觀念 美國承認 重點來了 台灣的領土上的任何權利 為什麼要美國承認 為什麼不是日本承認 中國承認 法國承認 敵國承認 他是 他是權利 主要占領權 還有沒有 23條講 主要占領全國是誰 美國 對不對 美國 那個處分權 權利在誰 誰在執行 是美國軍政委在執行 好啦 給大家知道這個 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一些真話 好 好 第二個 我要再講 有沒有 這次南海仲裁 你看 無論台灣是國家 中國台灣當地出現了12次難 和台灣Associety of China 中國的大台灣當地 有沒有 他不是把 台灣不是政府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也不是政府 有沒有 結果 有一個正路性節目 有一個學者想要 講這個 馬上就被打下來 不要講這個 不要講這個 我們還要繼續 我們還要在這邊吸血 繼續吸血 對 繼續賺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在國際間 南海法 那個國際仲裁法庭 不承認 台俄是國家 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國家 那中華民國是什麼 只是authority 自 那是一個當局 而已 當局是什麼 所謂的當局 就是說 你是政治機構 或者是軍隊 也可以是政權 也可以 你都可以成為當局 成為當局 有沒有 中國台灣 有沒有 這裡提到 這個是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有沒有 authorities 有沒有 從台灣 寫個清清楚楚的第二條 寫個清清楚楚的第二條 所以他不是政 也沒有 也不是當短人 也不是什麼 都不是 好 美國表態 南海 是美國所要的國家 美國就是這樣 很奇怪 講就講坦白一點 模模糊糊的 那 堵的人都搞不清 然後就再加上 中華民國的媒婷 在那邊亂寫一通 好 美國強力保護台灣的利益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利益 剛剛講到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美國基金上還有第四條 選得清楚 再先第二條 第三條是美國的利益 來 這個是美國的艦隊 第七艦隊 這是台灣 有沒有 台灣在這裡 這是菲律賓 群島 有沒有 這個是越南 這邊是南海 這個區塊 美國會怎麼保護呢 這邊有一個第七艦隊 它這個是第七艦隊的路徑 它會從這邊進來 然後美國的第三艦隊 會從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這個部分是美國的第五艦隊 會去支援這個南海 這是中國 所以整個攻守處 所以美國有三大艦隊群 第七艦隊 幾百艘 幾十艘 幾百架飛機 一個航空母艦 相當於 一個 它的軍力排行第19 一個航空母艦群 台灣是排行第12 也就是說台灣的軍力 大概是跟一個航空母艦群一樣 彈通 如果是三個航空母艦群 來對付中國 當然還包含了 因為逆越南亞號 菲律賓他們有自己的自武防衛 所以中國要打進來 非常的困難 所以 但是 但是 雖然每個中國 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刻 打贏的機率相當低 但是 時間對美國不利 2017年 2018年 就很難說 所以 今年一定要 值得 我們講的話 美國自己也很難做 有沒有 可以持續 不管 顧問 不以努力維護 有沒有 什麼康定見 不是說要去什麼 過南海嗎 那個 直接講說 不要鬧 不要鬧 叫中華民國 不要鬧 這個時候 你就等於是 再給男孩做軍事化的那種工作 中國都不敢去 中華民國去幹嘛 別傻了 別傻了 美國對台灣 一百零的保護 最先制的福特號 一百零 這個是美國人自己講的 那美國在台灣租了兩個地方 租低租多久 兩百零 將近兩百零 兩百零 兩百零 這個是目前 四世代的 最新的福特號 美國最強的那個 應該是全市最強的那個 普通無間 我想應該 他的武力應該是 超越海洋的 那個 軍力 他裡面的那個 嚇死人 被對嚇死人 好 台灣關係 哪一百零 國家的人民 台灣國現在有兩種人 兩個國家的人民 不一樣 來 帶第二條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一種人是什麼人 美國跟台灣人民 中國大陸人民 就是所謂的難民 就是所謂的難民 中國大陸人民 就是所謂的難民 就是所謂的難民 台灣關係法裡面 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兩種人 它不是一種人 有沒有 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 以及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 我們是要維持促進 台灣人看得懂嗎 看不懂 讀得懂嗎 讀不懂 因為他沒有來這邊 打通任督惡害 來這裡就會懂 你們不會回去 還是不懂 來來這裡 一定要懂 打瞌睡也要懂 好 第四五條 這是台灣的關係 你們上網查 我列個字 自己創造出來 上網查 上Google就有了 這個 我這個部分是 美國在台協會 AIP的網頁 在每一邊 解釋一下 他說 美國法律 只是台灣這個地方 就是美國的 美國的法律 按照美國法律 好 這邊有一段 台灣一詞是 情況需要 喔 也就是說這個台灣這個名詞 自有彈性的 在美國人的原理 他今天是A 他就是A 他明天是B 他就是B 好 有沒有 包括台灣幾噴霧島 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 根據這些島友的法律 而設立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那是什麼 好 重點來了 1979的1月1日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台灣制裁 好了 之後呢 沒有了 也就是我跟你簽一個約 這個約簽到 那個 譬如說 講一個例子給你們 我有一塊土地 租給別人 那我當時呢 我把他 我們的約定 我們的約 到今天為止 結束了 趕緊跟我租的人說 我能不能繼續租 當時我就講說 我的兒子 準備從美國回來 我不確定他什麼時候到家 他在還沒到家以前 你可以繼續使用 給你時間去搬一些東西 去換你的東西 但是我不跟你簽約 直到孩子來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走 這個意思是這樣 好 用這個概念 1979年 這個約已經結束了 美國跟中華民國這個約已經結束 沒有了 也沒有新的約 台灣關係不好也沒有再定新的 都沒有 所以 這個 民國六十八年 就結束了 那時候 美國就說 我的孩子還沒有從美國回來 有一天呢 到了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 他的孩子回來 要回來 他的名字叫做 台灣民政 2008年 都一二二成立 美國人就要告訴中華民國說 我的孩子準備要回來 那1979年 台灣民政法也還沒有成立 沒有成立 2008年才成立 所以 美國的小孩要回來了 所以 因此 中華民國的這個契約 也沒有簽 所以他 什麼時候進來 都可以進來 只要 美國人說 有沒有 美國人說 我並不承認 以後 美國只承認 一日以前 1979年 以後 沒有承認 因為美國的小孩要回來 就是管理 來治理 這個土地 是這個意思 聽得懂沒有 很簡單 我的解釋方式 好 有沒有 C是這樣 D怎麼寫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包括分治機構 機構 好了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隨時都要被人家取代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就寫得很清楚 講白的就是說 中華民國不能永遠在台灣 不能賴著台灣不走 講白的就是這樣 該走 我們該走 歐巴馬怒了 歐巴馬為什麼生氣呢 也是難來的事情 歐巴馬說 我們可以透過 談判來解決問題 問題偏偏 中國人不吃那一套 所以因此事故歐巴馬 他說歐巴馬接觸政府官員 表示歐巴馬不願意動用軍隊 因為歐巴馬大部分 大部分問題都能夠通過對話解決 那中國就不吃那一套 在晚宴之後歐巴馬最後被擊授 這個事情是這樣 簡單講一下 去年六月 第七艦隊就已經把計劃丟到歐巴馬的桌上 說我們可以打中國 把男孩炸掉 那歐巴馬說 九月份我有見面會 我要請習近平過來 我要跟他好好的談一下 結果習近平說 難乃是我們中國固有的領土 就是那一套 那一套主義 結果呢 歐巴馬說 這個人怎麼很彎的 你講不通 所以要去生氣 然後呢 最後決定 下達了這樣的通知 允許在南海做這樣 就通知了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 上將 有沒有 晚宴結束後 憤怒歐巴馬指示親信 立刻聯絡美國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 下達這樣的通知 允許在南海做這樣 要保 一定要保 還要那個 這個 最大的爭議點在這裡 為什麼 得到的結果是這樣的 結果就是說 沒有所謂的九段線 九段線是從這裡 畫畫畫畫畫畫 畫到這邊 畫到台灣來 十一段線是從這裡畫 九段線是從這裡畫 好 最大的爭議點 為什麼 菲律賓要 把這個送到南海中塵 南海中塵送到國際法庭 因為黃岩島 美國已經嗆了好幾次 對中國的強壯 你們趕在這個地方 蓋那個 蓋機場 你試試看 我就打過來 好 為什麼 最後 人家說啊 南海中塵 倒楣的是台灣 無焉無物被打的 不是 這邊有18個島礁 太平島 一直認為它是最大的 對不對 可以住人 有淡水 那個都是 都是那個 重點都不在那裡 重點是 男孩 不能有島 不能有島 通通要變成定義為交 為什麼 橫島道也很簡單 你說 你說 太平島可以 住人 可有淡水 可以 所以他叫島 黃岩島 能不能 不能可以這樣子 他們也可以這樣 為什麼 黃岩島換給菲律賓 並不是因為菲律賓是島 他也是交 所以 如果說黃岩島是島 200海裡 交的話 他只有12海裡 他就這樣小小的放 到這裡 如果這個黃岩島是島的話 那200海裡 發出來 你認為還會有自由航行的問題嗎 就出了 就不會有自由航行 因為菲律賓一定會出 他的軍艦在這邊晃來晃去 那如果說這邊西沙群島 也給你200海裡 那東北就沒有什麼自由航行的區域了 美國擔心的 世界各國擔心的問題在這邊 所以 南海不能有島 只能有礁 大家就不會亂來晃 你知道嗎 要不然這邊亂來晃 太平島一晃 太平島在這裡 太平島一晃 哪有通道 沒通道 那你想那些 那些國際的那些經濟 不是住完 就在這邊全部栽掉 南海航道有沒有 這個航道 印尼有多少經濟效應 你知道嗎 這個航道 五兆的北京 他那個泰克 他那個是比那個什麼 比那個巴拿馬印尼 都多了好幾倍 所以這個是世界很重要的一個航道 怎麼可以變成石油 一個國家都有 是不行的 那更何況 南沙群島 這一些群島 跟西沙群島 這些群島 還是美國的管轄 日本的靈魂 更不能 所以 日本說OK 我沒有意見 我放棄了主張權 OK啊 你們美國說得算 美國跟英國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一定不能這樣 所以太平島不能變成 一定變成這樣 再來 現在太平島一直說是中華民國 這個也不行 中華民國 那就是等於中國的嗎 那太平島 又給你花兩百塊 你那還得了 南海有無聊 沒有嗎 沒有 所以美國說 表泰國 我們 這個南海仲裁 判的太好了 你可以接受 就是要這樣 後來中國說 東協司國 來來來來 我們來講 給你們錢 你們我們來共同發聲明 後來 東協司國裡面有越南跟菲律 他們肯定再來不願意啊 所以因此連記者會都沒開 因為那個東協秘書長 批中國說非法佔據 這個也是電子的那個 有特號 中國再次結合目了 有沒有 時候到了 美國航空母線 停到台上 金方說可以停外 之前說不行停 不要停 之前說可以停外 事實上可以停高雄港 因為高雄港可以停 比 比航空母線還中 一倍的那個 扩擬 有沒有 航母停靠台灣的時後 是時候 美國重量級眾議員 官網時代發表 美國斯坦尼斯號 他進去 他說 是時候了 應該思考亞太 星號 或本币 包括台灣 因為香港 中國不可能 給美國停 所以只好可以停台灣 台灣可以啊 台灣去高雄港就可以 問題不大 好 我們來看信仰傾倒 他們講 1947年 中華民國 有怎麼樣 不要講1947年 我們講1939年 有沒有 1939年 大日本帝國 已經把它編入為民土了 編到台灣 高雄州 有沒有 1939年 3月36 30日 台灣總督武力 31號 有沒有 1939年 一個是先南沙 有沒有 新南青島 就是南沙新島 西沙起來 並在一起就要做新南青島 那時候早就已經劃給高雄州 當然台灣變成日本民土 當然南沙青島 西沙起來也變成日本民土 怎麼可能只有台灣才是 對不對 好 好 一般命令第一 7號 這個 蒙授權蒙軍統隊 杜魯門總統 在8月17號 授權 麥克阿聖 領帥 在9月2號 就開始做近視佔領 那時候佔領的地方 有很多國家 希望能夠 日本的武裝 能夠撤出 這個被佔領的地方 是這樣的一個命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9月2號 近視佔領的時候 用編號來編號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是 第一個被佔領的地方 當然是日本本島 美國親自來佔領 然後 這個 北緯29路 以南 這個群島 7 就是這個 派平洋的群島 二是什麼 是台灣島 跟什麼 南沙群島 這兩個字 劃在台灣的日本領土 劃在台灣的領土 好 你看南華泰跟北華泰是在三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領角在這邊 再兩道 這個是日本領土 不能被割出來的 這個是日本領土 佔領位 可以佔領 但是不能 不能 不能被 被割出去的 有沒有 就這些 G7 G7就是 VIP的聯合國 VIP就是聯合國會 按照日美兩個的議員 強烈反對中國 推進南北 軍事化 軍事基地化 全世界都反對中國 只有中國在那邊一意孤行 只有俄羅斯 俄羅斯的領埃 因為俄羅斯欠他們的錢 再次表 不容許俄羅斯 建立各領隘司 歐洲就已經給俄羅斯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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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國認定 南海被占領 是屬於 侵略的行為 這是歐巴馬 親自或獎 這是受賞給你的 我派對這支套 美國網站 亞太已經部署 200架飛機 200架飛機 超過35萬 軍事人民 2000架 2000架飛機 然後 180架的強勁 未來司令 美國 以亞太就變成重要的 第一 亞太 是 亞太 也許西太平衡 美國也是一個成員 也是其中一個成員 然後 再讓Dell 開始播影片 開始 開始 介紹大家 這個是F-22 世界最頂尖的 這個 戰鬥機 第五代戰機 他多厲害 他非常厲害 他有四個 過去飛機沒有 超音速巡航 然後 以神 逆蹤的 然後 再來就是 他的 超激動性 他可以飛很遠 而且 動作非常耐敏 我們來看那個 我們來看那個 F-22 F-22 超激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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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F-22 超激動性 有機動性能空中鏡子 錯了 機動性能空中鏡子嗎 對對對 再也然後再會 開場 是 擁有 公司 滅没 公司 我們開始啦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F35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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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重那一次 F22 剩下的 好 鞋忍 差点 這也不適合 這也不適合 這不一定就是F35 你慢慢找到先講這個F35 F35 你是被人家稱為外星人創造的位置 他可以在空中這樣在尋找 尤其是他的機電性 F23更厲害 他可以一架打三百個 可是他除了可以這樣子也可以 搭配他的燈機 把資料給他 所謂的資料式訓練 例如說F-16在雷達系統過戰時之後 他可以在高空告訴F-16 說哪個地方有危險 哪個地方要撥子 我們來聲音小聲音 他的雷達系統是目前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他看得到別人人家看不到他 他本身也是秘密中的戰鬥機 你看 你注意看 他開始在做那個 他在告訴說哪邊有危險 哪邊是可以穿指標 他做的有 有沒有 從那個一部邊 傳達到紫色溪傳達給那個地方的艦船 連避機雷達都同時接收 從衛星有沒有 同時接收他的訊息信號之後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訊息直接傳給那個 他的搖機像F-16幻象 對F-15這些 這些機馬 然後呢 有沒有 他會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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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你看 有沒有,垂直爬身 然後呢,他在半空中 停字在那裡 停在那裡 來,注意看 有沒有,停 停,停,停 停 停在那裡 有沒有,停在這裡 有沒有 那個F16這樣,你就摔下來 已經失速了 而且他在超音速巡航 超音速巡航的意思就是說 從 高雄到台北 兩三週就到了 兩次這樣子,超音速巡航 兩次就可以到了 他用兩馬後 十足,那個 超過音速的速度來 來,那個 這是飛機的部分 來,我們看那個 F35 F35 一開始 F35 垂直起降 外星人的技術 有沒有看到那個 垂直起降 外星人的技術 你們有看到那個 垂直起降 出幾件 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然後外星人的技術 你先把這個兩個趴掉 是這個 不是 不是這個 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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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個這個 好我們來看這個 你看 它直接上來就直接飛了 這個你們可能不知道這個技術到目前 共產國家還沒有辦法 我們全世界的國家有辦法這樣子做 有沒有 它起來了 起來了 有沒有 你們想看看 它準備要直接走 請物底下 它怎麼解決地心理力的問題 有沒有 直接飛了喔 它直接爬上來去直接飛了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發動器後面 毀變成這個有沒有 它不是往朝底下 可以解決地心理力的問題 可以這樣爬上來對不對 那你看 它這個 它這個發動器有沒有 它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垂直起降嘛 因為它的氣勢這樣上來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起來 那請問它怎麼 如果說要往前走的時候 它的地心理力怎麼處理 因為它的尾吹不是要回到它正常的位置 那那時候它的 往下面的那種力量沒來 照理一下一般飛機是不是要摘下來 沒有 它就一個單發動器而已 這個就是技術啦 只有美國 可是因為它要 它要怎麼尾巴這樣來 它是不是還是要有一個福利 如果說它底下它的福利 那弄不見了 請問一下它的福利從哪裡來 這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技術 人家到現在中國想要選都選不到 我們來看 飛機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那個 宙斯盾 宙斯盾指揮艦群 宙斯盾 這個叫做軍券中的業位 它可以抵一擋板 它裡面有九十幾枚的導彈系統 這個導彈系統可以同時 每一秒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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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準它的功勢 宙斯盾 宙斯盾 放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你要先把它拔掉 你先把這個拿掉 給這個先拿掉 宙斯盾 第一次伸手 伸手上路 比較不熟 宙斯盾 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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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秒 咒斯盾是这样的 神盾级的驱逐舰是美国算是最保护航空母舰的一个重要 可是他也可以单独作战 他一艘可以打好 咒斯盾 有没有看到吗 有啊 我是拉筋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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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我是拉筋骨的 把它点出来 点出来就可以了 你先到我 跳我的画面好了 你慢慢找一下 你先跳到我的画面好了 他会有我的画面 我的画面 他会有我的画面 其实美国现在是打这场战争最好的时机 全世界的人都支持他 然后 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 如果他在延误 他把那个整个声音把他拉得那么高 如果不动手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不利的 趁这个时刻 大家都站在悠悠南海仲裁这样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他早就可以动手了 因为他确实是已经被侵略了 被侵略了 那美国现在还在找他的正确时机 如果说时间拖了 并不利于美国的那个 你呢 弄到我的top point的那边 麻烦你帮我到top point的那边 应该很快很快就会 就会就应该要打 我认为是一样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7月16号 7月16号 最新的那种 对不起 美国现在有太多的武器可以利用 而且他很多新的武器 需要找到新的别人 你看像美国 他每次他要打仗 他每次战争 他有很多经验 他跟西班牙作战的时候 那时候西班牙为什么要跟他 为什么美国要跟西班牙打 那是因为美国最大的债主 就是西班牙 结果打了一场战前也不用管 然后 然后土地又给人家占领 然后菲律宾古巴跟那个波多黎各 关党都是美西战争的时候 美国从那边拿到的土地 那后来古巴是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菲律宾后来美国也把他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时候呢 我们可以切刃 去哪里啊 내腿 我没有打费 我现在没有打费